打理公司內外大小事 整理文書 領報表 擔任企業行政工作的Adam 代業兩個多月後開始新的工作 談到過往代業的那兩個月 Adam幹出良多 28歲的Adam 台中人 之前在台中創業 以餐飲業為主 但歷經疫情和不景氣夾擊 最後結束營業 在代業的兩個多月當中 不斷找尋工作機會 Adam坦言代業期間只能依靠純管 又有找工作的時間壓力 歷經多次面試之後 最後他決定離開家鄉 北上就業打拼 後續就沒有接到通知 然後就後面找到台北來這邊 挑戰一下別的產業這樣子 像Adam這樣代業找工作的案例還不少 受到少子化和高學歷的競爭 年輕人找工作有期望 而讓失業率的人數居高不下 根據數據統計 109年失業人口46萬人 110年4 7.1萬人 110年4 3.4萬人 政府在2024年 推出跨域就業津貼和補助 今年中高零工作者都可以申請 如果滿足條件 可以每個月領 最高一個月 可以領到9萬新台幣 這個其實針對首次跨域找工作 過去他其實沒有勞保 投保過 所以沒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他目前有求職的意願 而且也沒有在學 如果今天他找行的工作 離自己住家的地點 超過30公里的時候 就有機會來申請 這個相關的補助金額 包含可能在求職 做面試的交通費用 或者是你在異地 你去這個就業的相關費用 跨域就業補助 主要希望減輕首次跨區域 尋找工作時所面臨的經濟 和居住問題 跨域就業經貼包含青年跟中高齡者 方案都有 以跨域就業經貼條件來看 青年以18歲到29歲 以母就學有就業意願為主 中高齡是45歲到65歲 65歲以上為高齡 就業地點必須與原居住地點超過30公里 期間必須滿足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 以及非自願性離職兩個條件才能申請 如果我們想像今天有一個我們的青年 或者是所謂剛剛說的事業勞工 好不容易找到了從台北到新竹 譬如說像竹科找到了一些工作機會 如果真的要透過通勤的這個 像所謂的高鐵等等 可能一整個月可能要花費到9千1萬塊的 這個所謂的通勤費用 那如果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跨域就業的補助 或是津貼的申請 以這樣的距離可能有機會申請到一個月最多 3000塊的這個所謂的交通費用 我們可以找的工作範疇不局限在自己的工作地點 我想這個是對於所謂的企業或是勞工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雙贏的一個結果 專家分析民眾找工作往往都得往大王區 就業機會跟待遇才會比較高 但就怕離家太遠 交通跟住宿費太過昂貴 以青年勞工和中高齡勞工跨育就業津貼來看 補助金額包含了交通費 搬遷費還有租屋費 若以住宿為例 12個月補助下來 加上搬遷補助合併一起算 最高一年可以請領到新台幣9萬元 但各類型補助金都有相關的天數限制 申請人務必要特別留意 來對於這種跨區流動就業的所衍生的相關的成本 譬如說搬遷或是交通群職甚至是租屋 這種相關的衍生的成本 然後由國家來進行一些補貼 我想這是有助於台灣的一個職業流動 也會促進我們整體的就業率的提升 政府端牛肉範圍騙其老中情三代 納入距離考量 盼望能夠降低失業衝擊 TBS新聞劉華來民台北長寶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